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新唐一直将哥哥的话铭记于心 并将这把手术刀视为珍宝般带在身边 东乡纪念医院高层会议上 小儿外科再次因常年亏损被点名批评 理事长准备实行削减人员开支等改善措施 降低小儿外科的成败 科长立即起身抗议 现在我们已经是靠着少数人勉强度日了 孩子和大人不一样 就算是一个小检查 也要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非常辛苦 而且小儿外科比其他科室专业性更高 培养一个医生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理事长不满地说 小儿外科的亏损每年都有超过一亿日元 高山医生当即反驳 可我们用这一亿拯救了1600孩子的生命 因为亏损问题 小儿病房每年都在减少 这里已经是走投无路的孩子们最后的堡垒了 它的价值不能用数字来衡量 这是老院长开了枪 我们必须保护本院的小儿外科 为缓解人手不足的现状 我想让一位新的住院医师加入进来 这位住院医师正是新唐 他正走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一块正在施工的广告牌掉下来 不偏不已砸在男孩小浩身上 小浩妈吓坏了 大家合力抬起广告牌 发现小浩已不朽人事 一名医生连忙蹲下 用手帕按在小浩破损的镜洞脉上 新唐健壮连忙制止 不行 这样他会死到 他是小孩 如果强力按压气管会受到压迫 一定要轻一点 新唐扯开小浩的衬衣 发现一块玻璃碎片已刺入小浩腹部 检查后 新唐道 右肺膨胀 是蒸立型气胸 要把肺里的空气抽出来才行 说完 他开始向围观观众征集圆珠笔 小刀和胶带 自己跑去饭馆 拿来两瓶酒和一些吸管 他用脚浆双手 圆周笔 小刀 吸管消毒后 在小浩第五类间神经 和动静脉划开一个口罩 将鼻管插进去 然后快速用吸管 胶带和酒瓶制作了一个简易装置 把肺部空气抽出 防止倒流 此时救援队赶到了 将小浩迅速抬上救护车 新唐也意识到 自己的面试要迟到了 但在小浩妈的请求下 还是随他一起上了救护车 刚巧救护车也要前往东乡纪念医院 途中 新唐看着救护车上的仪器 突然叫道 心跳 有危险 与此同时 医生们纷纷反对新唐的加入 他们认为 新唐虽以东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但他患有自闭症 根本不适合做医生 老院长平静地说 他虽然患有自闭症 却是学者综合症 具有非常突出的记忆力和空间掌握能力 行医的能力非常高 一定能为医院贡献一份力量 此时 小浩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生夏美听到新唐在外面大叫 心包超声心动图 却不明就里 很快高山医生走声手术台 第一件事便是吩咐护士做超声心动图 并在图像中发现了外伤性心包前赛 顺利完成了手术 新唐得知手术成功后 如舍重负地悄然离去 高山告诉小浩妈 多亏了之前精准的应急处理 是哪家医院的医生做的 小浩妈回过头 却发现新唐早已不见踪摇 此时 医院高层 已经新唐迟到准备结束会议 这时 满身涉血的新唐出现了 老院长关机地问他出了什么事 刚刚发生了事故 我做了紧急处理 把书包忘在了信场 没等老院长答话 便又跑了出去 他的举动顿时惹来了大家的非议 认为他绝对不适合做医生 说话间 秘书为大家播放了网上 被疯狂点赞的视频 原来是新唐为小浩做急救的过程 被网友拍下传到了网上 老院长赶紧趁热打铁 新唐确实不是一般人 请大家给我半年时间 若真觉得他缺乏做医生的资质 我将辞去院找一只 听吧 副院长连忙表示赞同 新唐就这样加入了小儿外科 科长指派夏美做他的指导医生 经过护士诊时 眼镜哥热情地与他打招呼 新唐则凭借超级的记忆力 迅速抱住了他 及其他护士的姓名及年龄 碰到走廊中的小患者 也能如数家真本说出 每个孩子的姓名及病例 孩子们友好的凑上来捏起他的脸 夏美惊讶地问 你已经把名字和病例都背下来了 是的 我看一次就记住了 两人一起来到患者小灰的病房 新唐很快认出了小灰桌上的欧布奥特曼手办 一口气说出了欧布的所有资料 并在图画板上画起了奥特曼 小灰激动地拍起小手 小灰询问自己何时可以出院 心直口快的新唐说 暂时还不行 因为你的横纹肌肉瘤复发了 需要做切除手术 事后小灰妈向科长投诉 我想过段时间再和孩子说 因为她一直很期待去上学 可那位医生却口无遮拦说了出来 要求新唐别再接近儿子 夏美责怪新唐 不给她小灰没做好心理准备前 就将真相残忍说出 新唐却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这么做 转身离去 老院长把高山请到办公室 言辞肯接地说 新唐在八岁时 已能将所有人体器官全部背下来了 她为了成为小儿外科医生 比任何人都努力 我深感自己无能 求你一定帮帮她 理事长不解 副院长为何同意新唐进入医院 副院长透露 自己正策划将不盈利的小儿外科关闭 而只要老院长在 小儿外科就不会消失 新唐遇到高山 向她问好 高山却冷冰冰地说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外科医生 不如趁早死心 这天新唐发现小灰在腹痛 想进去为她检查 却被小灰妈赶了出来 同事警告新唐 别自找麻烦 新唐却紧张地说 小灰上腹部好像很疼 应立即做X线检查 可能是长岗族 同事半信半疑 将小灰的情况告诉了 主治医生扩掌 扩掌一听是新唐的诊断 立即嘲讽地笑起来 并唐作自己还有重要会议要开 但实际上 她只是在打高尔夫球 高山与夏美这边 正在手术室进行 右身上线肿瘤摘除手术 新唐不放心小灰 再次回到病房 发现小灰正在吐胆症 她神情紧张地说 这是脚窄性肠庚族 若不赶快手术会死人的 小灰妈气急败货的 后者新唐别开玩笑 并要求护士就其他医生过来 眼镜哥当即给科长打了电话 此刻科长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他赶回来至少需要两小时 听吧 新唐说道 不行 如不立即手术会出人命的 同事也一筹莫展 想先插长羹组导拐看看 新唐却断然拒绝 不行 肠道会产生血型障碍导致坏死 而此时 小灰已陷入昏迷 等不及了 再过三十分钟 将会发生不可逆休克 说完 新唐在眼镜哥的配合下 推起病床直奔手术室 并手忙脚乱准备起手术器具 高山医生得知此事后 决定两台手术同时进行 并残暴地将新唐赶出了手术室 于是 高山将下脉留在小灰这里 自己在两台手术中穿梭起来 新唐则在手术室外 不停用手扣向自己的心脏 为小灰击倒 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两台手术终于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新唐跑过来询问小灰的情况 却被高山医一把推开 你不配做医生 这次只是运气好罢了 如果运气不好 两个人就都死了 事后 下面帮新唐处理了摔倒时滑坡的伤口 温和地说 高山生你的气 是因为对患者情况不了解的医生 为病人主刀是很危险的 但小灰今天的确因为你才得救 小灰妈再次见到新唐 真诚地向他鞠躬致谢 要不是您发现及时 那孩子恐怕已性命不保了 我却对您说了那么失礼的话 新唐却一点也不生气 并将小灰的书包递了上去 小灰妈认为 儿子从小就要忍受病痛折磨 非常可怜 新唐却拼命摇头 不 小灰不可怜 可怜的是他得了这样的病 他是个非常坚强的海盗 横纹肌肉流的抗癌药物治疗 和放疗患量患者产生极大的精神痛苦 就连成年人都难以忍受 但小灰却坚持了下来 之后在新唐与夏美的共同劝输下 小灰妈将真实病情告诉了儿子 小灰听后让妈妈打开书包 里面是一幅画着一家四口 围在蛋糕前庆祝的蜡笔画 小灰还为妈妈唱起了生日歌 他为自己没能与家人一起为妈妈庆生感到抱歉 小灰妈却早已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着画上的蜡烛吹了起来 他好奇儿子为何能画得这么好 小灰说 昨天新唐医生教我画的 眼镜哥伸出拳头与新唐碰拳 新唐以为他要跟自己猜拳 直接出了包子 得知这是夸奖自己干得漂亮的意思后 微笑着将拳头伸了过去 夏美路过许原书时 看见了小灰希望帮妈妈办生日派对的纸条 骤人想起新唐被病历 及待许原书前著足的请酒 会心的笑了 回到办公室刚想表演新唐 却发现新唐正在往小灰的奥特曼上写算 新唐解释说 这是我教小灰画画 他给我的酬劳 说文孩子般拨弄起奥特曼的胳膊来 此时忙碌了一天的两人 度大诚实的叫出了声 二人一起到附近的小店吃饭 夏美问新唐为什么想到医生 因为我哥哥 可惜他没能长大成人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长大成人 成为健康的成年人 夜晚高深注视新唐的简历 拿出了自己的弟弟的照片 新唐拿出玩具手术刀 对着哥哥的画像 一起了那个雨夜 为躲避爸爸的暴打 哥哥带他离开家 跑进旧餐库躲藏 却不小心绊倒弄倒了李彪的铁架子 铁棍铺天盖地般砸向二人 之后他们被送到老院子的人所抢救 哥哥却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转天新唐把 希望所有孩子都能长大成人的心愿 挂上了许愿树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雨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雨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本剧全集公众号内 已全部提前更新完毕 欢迎大家 喜欢雨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